中国大陆地方公务员开会影片流出 拍摄者称又要被逼捐血了 不止公务员在哈尔滨的金融学院被爆料 用捐血换成绩或者影响入党评分 等于变相逼大学生捐血 根据曝光的讯息要求每班五人以上捐血 没有商量空间引发议论批评 违反自愿捐血的规定 另外浙江一地方要求爸妈无偿捐血100毫升换取积分 可增加小学的录取率 保障血库的血缘充足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大问题 那越是重要就越要让自愿献血成为社会共识 而不是靠拿捏个别群体的软肋来变相的强制 中国大陆入冬以来 因为流感等多种忽视到疾病齐发 导致多地闹血荒 但是凭血液库存量不该以道德绑架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